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9月底 9月30号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9月份也已经结束了 那刚刚好呢 今天我也把这个空单 将近是9成9的空单 给他全部都补光了 我们都获利出场 真的是狂喝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9月份当中 跌得非常的惨 对不对 跌了快2000 已经2000点了 那很多人可能手上 都是多单被套牢 那要不然就是做多 一路再抢短 多一路再赔钱 但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家族成员 真的是笑呵呵 应该是这样子讲 这就是我在跟投资朋友讲的 一个事先的规划 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要怎么去规划 有没有那个能力去规划 更重要 如果说你连盘都看不懂 对不对 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该做多 还是该做空的话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在9月份这个行情 真的很多人的荷包 不是像我们的家族成员 是荷包满满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满手现金 因为我们都把它怎么样 把空单获利回补了 我们这一次 我希望说投资朋友 接下来 不管我们要翻多 还是说这个地方 会有机会再继续往下跌的话 我都希望投资朋友 可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盛会 因为接下来行情 我相信投资朋友 真的是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只有四个字可以跟你讲 叫做步步为经 那为什么是叫做步步为经 那等一下我会跟投资朋友讲 那我希望投资朋友 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 10月份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拿起你的电话 如果你是超过 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半 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点选 我们这个影片的右下方 来这个填写表单 成为我们的家族成员 真正的好好的来享受一下 什么叫做获利 因为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获利 两个字了 但是我们今天家族成员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这个大盘 为什么今天我要去做一个回补 几乎把所有的空间都补光了 最主要的原因 投资朋友 你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地方 跳空下去之后 其实跳空下去之后 盘中当然从K线你是看不出来 因为这是收盘后的K线 对不对 那个是 那你就看图说故事就来不及了 盘中的时候 开盘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事情 第一个 台积电直接开往下 破底 我就说 这个是在我预期当中 我一直在这几天跟投资朋友讲 台积电会怎么样 补迭效应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好 台积电破底之后呢 这个盘应该会出现电子股的卖压 对不对 因为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台积电是领先指标 但是没有 就是说没有那个卖压出现 没有我预期的卖压出现 那第二个呢 航运股在这个地方呢 在开盘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下去之后马上就有这个买盘进场 甚至于长龙就最先翻 所以告诉你很多事情 什么事情 这个地方今天跌不下去 就是我就已经预估了 大概那时候跌200多点的时候 我就心中已经有个答案了 所以赶快一直在补空单 补空单一直扣出去 几乎都补光了 投资朋友 所以我是希望我9成9的空单 几乎都补得光光了 很多的投资朋友 我们的家族成员的 手上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空 几乎没空单了 应该是说没有空单了 都是什么 现金在手上 那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说 接下来可能就是区间震荡的格局 你不要再去追空了 如果是说你手上有空单的 或是你想放空的 你不要来这边追空了 那你想做多的话 也不是很稳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 会跟你解析一下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你要看大盘的涨跌 绝对不是只看大盘的K线 那你会误判 你要把它拆开来看 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那你要直接听清楚了 为什么我会判断说 接着下来的行情 可能会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台积电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今天台积电不用看了 这个K线图就是直接破底 破前面的低点 然后虽然他没有拉上来 但是你要去注意 台积电的破底 没有带动整个电子股的卖压 这代表什么 有人在撑 当然不是 绝对不是赏户在撑盘 这个我很知道 了解了 因为今天赏户开了 一看跌200多点 怎么敢去买股票 这个去撑的人是谁 我是说绝对是主力或法人去撑这个盘 因此金管会不是说要开立期的会议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利多还是利空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应该也不会太差 对不对 因为已经来到10月份了 所以说我们就怎么样 先把所有的空单 我看到不对 把空单获利的全部把它补光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你要去注意了 台积电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 它是带量跳空下跌 而且它这几天都是量都一直增加的 像这样的话 就随时有机会 破底之后 它会再反弹 但是反弹不是马上 有可能马上 有可能是礼拜一先小涨一下 礼拜二再跳空 再出现大涨 这不一定 因为这不是我决定的 但是我跟你讲 它有酝酿反弹的味道 那如果是说台积电 有酝酿反弹的味道 那大盘你就知道了 要跌下去的空间就不大 甚至不会跌 还会反弹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就金融股 那金融股在这个地方 就没那么强了 因为金融股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出现个盘跌破底的走势 那这也就是呼应着 刚才我所讲的 为什么大盘有可能会区间震荡 因为电子股有可能会反弹 跌升反弹 对不对 可是金融股 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它会又把指数压着 就变成区间反弹 所以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去注意了 所以下个礼拜 你如果要 这个不管是做多做空 投资朋友 真的是看你的这个标的 就是个股的标的跟族群 都会不太一样 因为如果是区间震荡 为什么叫做区间震荡格局 代表 有的股票 开始反弹 可是有的股票会怎么样 补跌 就跟台积电一样 有的股票真的会补跌 为什么 因为它到现在还没破底 它真的会补跌 所以它就轮着跑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 难度会非常高 你不要被双八 我先提醒你 不要多空双八 不要说你买多的 再跌 放空的再涨 下礼拜开始 可能就会有这个行情 你自己要多注意了 好 钢铁股也是一样 钢铁股你可以看 它是个低档的高浪线 这个也是 所谓的高浪线 就是区间震荡的格局 所以它也是第一档的震荡格局 那换句话说 我之前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我说钢铁股就是传产股的代表 但是是扣掉航运股 就是16大类的传产股的代表 因此投资朋友 你要去这样看就很清楚了 那代表什么 下礼拜 传产股也会怎么样 16大的传产股也会在轮流反弹 就会轮流开始反弹 好 那再来呢 航运股 航运股也是一样 如果你把这个 因为你这样看 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把这个两根的K线 就是昨天礼拜四 跟今天礼拜五的K线 把它合在一起 它就是个黑的高浪线 那这个高浪线也是一样 因为它今天有亮针 红磅又亮针 所以说这个地方 虽然它亮针的量又没有放得很大 因此呢 它这个地方也会出现 一个低档的区间震荡格局 好 你这样子解析下来 你再把它综合起来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到 第一个 电子股有机会反弹 对不对 船残股也有机会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反弹不是大反弹 它一定是先在低档 来来回回 因为它是出现高浪线 那航运股也是一样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大盘单的就跟着弹 就跟着怎么样 区间嘛 这一定的吧 对不对 因为我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大盘它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它是由19大类股去组合出一个叫做大盘 那实际上还是要根据这些类股怎么样 去决定大盘的涨跌 所以我常常跟投资朋友在分析这些什么台积电金融股钢铁航运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为什么真红会这样看都是有原因有逻辑的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接下来的行情我可以跟你讲多空都很难做你如果不是高手你的真的会被多空双疤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我们这次的九月份真的是狂嚇真的全胜那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你可能不是这样子那没关系我说过在股市里面没有人一路一直赢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什么你要怎么样赢的时间是多的嘛赔的时间是少的嘛不能把他翻过来嘛对不对 变成赔常常在赔赚只有那么一小一小点哦那你如果是这样你该怎么办只有找真红真的投资朋友你已经一路验证下来了 我相信这验证的时间已经超级久了因为已经从16800我做空下来然后反弹上去会跟你讲满足点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15218有没有你应该记得吧好那反弹到15218我说再站上去也没用结果最高到15475 然后15475的下来每一次的转折我都预先告诉你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应该验证已经超级久了你真的不要再去质疑了还要再等待了真的不用再去做那些事情了因为我说过接下来的大盘的格局是震荡的时候 你在操作不管做多做空我相信那个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哦所以你要找到唯一市场这一波的你家就是震荣 因为我说过震荣有超盘级的技术分析哦所以你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或是利用我说过只要你超过礼拜五的晚上的这个六点半啊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影片右下方打过的符号你把它点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表单填写哦礼拜一呢我们就有这个热情的助理啊来帮你做个服务 那你可以看其实这个做空哦就是你要顺这个市当你在做空的时候你才觉得说哎就算你被尬了你还会怎么样赚钱出场为什么 因为你是顺务因为你是顺务操作可是如果你是多单的话呢哎投资朋友就越套越深对不对而且几乎不可能会解套 我说过很多股票真的是打到一折打四折打三折打两折的真的是很夸张的跌法哦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啊我一直在强调顺务操作为什么就是在讲这些哦 哦我相信在这一阵子啊这几个月下来啦投资朋友你你自己如果有长期在收看我的这个解盘的节目哦我每次跟你讲的我每次跟你分析的为什么都会跟市场不一样 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常跟投资朋友讲的因为我所分析所使用的东西跟市场本来就不一样 那甚至于这个在昨天有个这个要想要这个加入的新会员啊他说哎想学我的这个技术分析啊那用这个看影片是不是就可以学马上学会我说不可能啊我24年的这个操盘的经验哦所独创的操盘级的这个技术分析绝对不可能用这个单单的影片教学我就可以把你教会那是不可能的哦 没那么简单我说我的操盘级的技术分析真的超级复杂哦你要学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帮你让我去讲清楚的哦所以但是呢重点你可以学到一些所谓的基本哦就是真红的基本概念哦那就不得了了你可以跟其他人就不太一样哦你的当你的想法能够跳脱 所谓的散户的思维也就是说你不要再被当韭菜的话真的跟着真红你就会完全有不一样的思维了哦就像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你不要去听这个什么外资的研究报告 我昨天才跟你讲我说9月19号的这个 外资研究报告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亚细的外资重申买进新兴有没有目标加250 当时的价格是在137块钱左右 很多人就被这个新闻骗了对不对拼命去买哦 买的越买越低点 好了终于来到这个多少快要破百 结果今天他跟你讲什么 一样是亚细外资他却跟你讲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降三雄的目标价 哎投资朋友你看到这会不会昏倒 你看这是9月19号跟你讲的好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结果9月30号已经跌了一大段了才跟你讲说哎这个不对哦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投资朋友讲说我昨天一直跟你讲那句话 我说你要记得 任何一份的外资研究报告 哦或是法人的研究报告 他绝对不是为了要帮你赚钱 你又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 你才不会被这个耍了 你这个被这个耍了你能跟谁求救啊 你要找谁赔偿没有啊 你自己要赔啊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你要记得 你看他是不是就是利用利空的时候 故意放这个利空 让你去杀最低点 结果呢今天的星星啊收盘收在最高点 你看到不是吐血吗 所以投资朋友怎么去做 真红的实力去做啦 这才是最实在的 真的啦 我说过啦 超盘手没人在去看什么基本面 去看什么研究报告 外资研究报告 那个东西啊都是什么 障眼法 投资朋友真的啦 你唯有靠自就是真红自己的实力 超盘的实力 我才能去做到说 你看包含像威胜我们的近期的空摊 我们今天补了 我说过啊 哎这十张4.5万 几天 三天而已 投资朋友 包含像汉磊也是三天 我们十张就赚4.5万 每期嘛也是一样 也是三天 短短的三天就赚9万块 投资朋友这加起来已经多少钱 随便一挡 你的会员费都回来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啊 我相信啊 这些啊 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操作啊 甚至于我每次的分析啊 我都跟投资朋友 无私的分享 对不对 但是呢 能不能接受就在于投资朋友 我说过嘛 其实你说啊 我现在赔怎么办 赔不是重点啊 而是你未来要怎么去改变啊 那因为那个已经过去世了啊 投资朋友对不对 我们接着下来 9月份 好 我们的家族成员 全胜 可是呢 10月份是不是要再来怎么样 好好的去面对它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现在这个时刻 现在目前的整个格局 绝对不是一般的散户 可以去操作的 因为我说过 接下来怎么样 会震荡 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一般人家都讲啊 叫做多空双八行情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啊 现在的这个行情里面 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现在原本在赔钱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慢慢变成真的让你赚钱 可以跟我们家族成员一样 绝对不可能靠你自己 否则你就不会赔钱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 找赢家 找赢家 把你变成 从输家变成赢家 那才是重点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你站在赢家肩膀上 你就是赢家了 你只要跟着赢家走 你就是赢家 用最短的时间 从让你从输家变成赢家 这才是你要的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赶快拿起电话 只要你如果超过我们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半 才看到我的节目 没有关系 赶快填写表单 我希望投资朋友 在目前十月份即将来临之前 千万不要再走错下一步了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财源广进 我们下周一见 咱们下周一见